都庚案 这次因为士林文林院的案件 让全台湾都开始重视 事实上都庚在全台湾各地都有 只不过相较于文林院王家遭到强制拆除 在台北市仁安路以及台南市的西门路 就有住户因为不愿意都庚 透过诉讼的方式成功的保住家园 文林院王家遭到强制拆除 爆发激烈冲突 不过同样被列为都庚计划区 原本搭配2010台北好好看的都庚计划 原本搭配2010台北好好看的都庚计划 原案路二段20项到34项这个区块 被列为都庚范围 不过由于事后分配评数与金额谈不拢 加上部分屋林才不过八年 超过两成五的居民有意见 虽然已经谈到几乎签约的阶段 但是住户还是透过诉讼程序获得胜诉 被排除在都庚范围之外 而在台南同样也有一栋老偷天措 不愿意被都庚幸运的被保存下来 同样是都庚计划 不过这两处寻正常管道 坚决不配合留下自己的家 和士林王家两相对比实在无比讽刺 不愿意被饿了 不愿意被讨厌 应该被账励称 不愿意被 comedian 这里都是阿尔